从占星数看一百多年前类似目前的疫症流行 从占星数看一百多年前的疫症流行 世纪新冠病毒与一百多年前西班牙流感如同出一辙 当年西班流感经历三年 造成世界人四分之一感染 五亿人死亡人数1700万人至5000万人 在1918年3月4日 第一波是由美国堪萨斯州的分私军营传出 美国当年传出流感 造成世界死亡人数1700至5000万人 当时没有人向美国索赔 当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经由军人物资传遍全世界 三月中国 五月西班牙 六月英国 相继流行 但不严重 在8月初开始第二波 疫情传播迅速 严重 死亡人数急增 10月是美国最黑暗的日子 一个月死亡20万人 第三波在1919年冬季 开始在许多地方同时出现 直至1920年 春季渐渐神秘的消失 来看看当年星象图分布 凡疫症流行 都是冥王星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太阳 月亮 海王星会合 冲 形而起 1918年3月星象图 由1917年冬季形成 当时星象引发疫情 只要是地球 月亮 太阳 冥王星连成一线对冲 而且冥王星在上升中 所以造成强大场 对地球气候变异影响 引发疫病流行 当然不是每次这些情况 出现就有疫病 也可以是地震 战争 饥荒 有疫病流行必须配合其他玄学现象 再可以确定什么玄学现象 如果长期有看我文章 自然知道是什么现象 我以前有说过 不再重复 第二波 1918年8月 是木星 水星 冥王星 太阳 罗猴连成一线对冲 凶向再来 所造成的冲击更大 感染人数更多 死亡人数更多 第三波 1919年冬季 火星 木星和海王星冲 天王星 木星被火焚烧 造成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 仅次于第二波 1920年春季 次极星海王星同极星 木星完全相合 加上木 海河 不再冲天王星 木星 海王星与土星 冥王星形成十二分极相 与日月三分极相 火星生计都及格 所以疫情突然消失 日月下落 co今夜 水 冲天王星 耳朵 木星 水 简直 海王星 泪 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